花城文学院实行政府引导加企业运作的半院模式 聚拢全国优秀作家资源 同时高度整合花城杂志、花城出版社的资源 进一步打造花城文学品牌影响力 成立一年来 花城文学院通过启动创作项目举办文学论坛 实现版权运营与孵化等各种形式 让花城广州成为一座有生命力的文学之城 截至昨天 花城文学院共举办文学分享文化共建类活动70多场 像花城这个品牌已经在年轻人 还有在各种文学圈内圈外都达到了非常有效的传播 我们希望能够建立文学与城市 城市与作家、作家与读者的紧密连接 同时打造一个融创作、阅读 还有各种的文化活动三维一体的这样一个文化空间 在着力推出优质内容的同时 花城文学院积极应对液态变化 推动营销模式和渠道创新 例如抓住《刀尖》、《我的阿乐泰》、《月光武士》、《薄冰》等改编成影视剧的契机 开展文学影视联动、营销效果显著 花城文学院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平台 它既能够腐化本土的一些作品 同时也能够对接外界的资源 广州这样一座城市应该有更多的关注 一种文学上的开发 那么在这种影视、在这种传播方式等等 甚至包括游戏 我觉得都大有可为 今年也是《花城》杂志迎来创刊45周年 全新推出鲁迅文学奖得主 著名作家李修文专栏 新女性写作专栏 以灼灼之花的热烈 共同描绘充满生机和无限可能的文学之城 感谢观看